雖然很輕的細菌用很重的抗生素 那麼假如是這種醫療行為的話 事實上是會使你這個人下一次再用抗生素的時候效果會打折扣 這種觀念是很重要的 所以當然今天大概課題大概是以一個特殊的細菌 也是有一些困難的一些細菌感染 就是困難縮重菌的感染 用這個例子來談抗生素使用是一刀的兩面 那麼我們請到的專家是謝忠達醫師 謝忠達醫師他是良民醫學大學畢業 就在成大醫院內科訓練 那他本身也接受感染科的專科訓練 他是感染的專科醫師 那麼他現在是在我們醫院的重症 就是交流病房裡面擔任主治醫師 那實際上我們成大的交流病房 也有不只一位的感染專科醫師擔任主治醫師 我想各位想像在加州交流病房裡面的感染 常常是很嚴重的 所以有一些感染的專家在我們的重症單位 這個是醫院很精心的安排 那今天所以謝醫師他本身是內科 也是感染科也是重症醫療的專家 他是相當年輕有為 那我們就請這個謝忠達 謝醫師開始報告 各位媒體朋友 參議院長還有其他工作部的人 大家午安 我謝忠達醫師 我今天在這邊呢 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些這個 其實是院內其實還不算少見的 一個特別的幸運感染 好像混乱說髒感覺 那我首先上面一個標題 叫做抗生素的一到兩面 那但是你們等一下可能都會 只會聽到比較負面的那一面 我先把正面的這一面先講 抗生素這其實對人類的醫療來講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進展 那從1930年代40年代有了抗生素以後呢 我們各種的特別是細菌感染的使用率 其實下降了非常多 都可以想像在那個1940年這個Penicillin出來之前 我們肺炎 一般我們現在很經常聽到肺炎 這個現在在住院裡面 都沒有什麼的東西 肺炎呢 在以前死亡率是三成 那有了抗生素之後呢 下降到一成 那如果是心臟的感染 腺內膜炎 他以前在沒有抗生素之前 死亡率將近100% 現在大概80到100% 現在下降到大概20幾% 那中速神經感染也是相同 所以抗生素這個是人類文明的一大集 但是隨著這個抗生素的這個使用之後呢 各種細菌慢慢也漸漸演化出一些特殊的方式 來這個抗生素的優勢 那我們今天要講的就是一個特別的細菌 我們先看幾個案子啦齁 這是一位即12歲的男性 那身體雖然有一些慢性疾病 不過活動歷史的時候還算健康 那他因為這個發燒咳嗽呢 這個先去住了其他醫院 然後在那邊就被演技術 這段就正確了齁 那住了一個禮拜 病人也就出院了 出院之後呢 那大便病人就開始有一點小小的拉路 那每天大概也不用吃 那病人一開始覺得還好啊 這個飛鞋量也就多 所以他也不太在意 不過後來又過了幾天喔 這個五天一個禮拜之後呢 這個肚子呢 又開始痛起來 那大便呢也開始出現了 裡面有帶血 然後看起來也有這個黏黏 很像鼻液狀的黏液 那後來病人也開始發燒 然後後來因為病人這樣 就再回到原來醫院 那原來醫院發現你的清醒不對 就不斷來醫治大醫院的急診 那急診那時候 他那個病人後來就 請他們做了一些檢查 然後幫他 然後請他上去住院 那後來在急診採檢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就驗這個 困難縮傷感菌的這個培養 還有速測試呢 兩個都是氧性 所以我們其他的細菌呢 都沒有養出來 所以我們確診這個病人 就是困難縮傷感菌 引起了腹瀉 還有這個大腸炎 那這個病人其實 口服藥治療之後呢 很快這些症狀就改善了 那快就出院了 這是一個比較普通 但是還蠻常見的一個病人這樣子 那接下來這位病人 運氣就沒有這麼好 這是一位60歲的運氣 那平常是住在安養中心 病人 他因為這也是肺炎 但是肺炎呢 他因為比較嚴重 他就直接就入住在我們的家戶病房 那前三天 看起來病情一直在惡化 那個發燒都沒有退 不過後來 抗氏術呢 做了轉換之後呢 別人 這個發燒也退了 但是這個時候呢 別人這個肚子全胖半的漲 那而且完全是沒有辦法換死 就是 那這個 這個時候 炸了一次光治療症 變得發生長處災的情形 那這個時候要查 長處災的原因呢 這時候 臨床醫師那時候就有想到說 這個病人已經用過了 可能敗了腸生肌 那時候應該要把這個困難受傷感菌 這個經常抗制度殺不死的細菌 列入考慮 後來有驗到這個 這個大便裡面有他的病素 所以這個在治療之後呢 不過這個病人就沒有什麼細菌 因為這個病人應該是 長處災這個太過嚴重 那後來併發這個腸胃 這個腸胃到這個窗口 那後來 努力了兩個月之後 病人才安然出院這樣子 那這是另外一個病人 讓大家看一下這個 這個困難受傷感菌的感染 他的 在影像群上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大小群 本來一直非常薄 應該在白白 那這樣子 這樣子就表示它是一個嚴重的發炎 大家可以看到從這個 生結腸 到這個痕結腸 一直到下面 一直到這個疑狀結腸 你知道嗎 他的直腸 全部的大腸群都在嚴重的發炎 這是一個化療過後的病 所以我們今天主題就是這個 困難受傷感菌的感染 那可以看到他的長相 一個長型 這樣一根的 所以叫做感菌 那 那這個 這邊有放到一顆 一顆 一顆就是講它的是 包子 這是這個 蟹菌呢 在 一些比較困難的環境的時候 他會覺得這個環境對他來講 比較不適合的時候 他就會 產生這個包子 他會把它以防物質 放進去 那這個包子 對環境有非常強的抵抗力 所以一般的清潔方法 一般的這個 溫度啦 這些的感受力 他的耐受程度 會提高非常的多 那所以這個困難受傷感菌 主要是藉由這個包子來傳播 到底哪裡困難 為什麼叫做困難受傷感菌 這個 他英文叫做 這個 他的學名叫做 雖然Bibesol Bibesol這個意思的意思是 當然是一個 但是英文的困難 那另外一個含義是 他非常的頑固 就是一個困難 非常的 這個倔強 那 不知道哪裡困難 第一個是 他是個細菌的 他因為是燃氧菌 那而且他其實 在一般的空氣中 很快就容易死掉 所以其實 要養出這個細菌來講 如果我沒有特殊的 技術特殊的燃氧器 其實是比較困難 第二個就是說 因為他的包子非常頑強 所以他這個 筋骨上面比較困難 困難在這裡 那他到底誰身上 帶有這個細菌來講 其實還出乎大家意料之外 還有一定的比例 正常人大概有 大概有1到5個身上 本身就帶有這個細菌 那住院的病人 這個比例會再更高一點 大概有10到20% 正常會帶有這個細菌 但是有這個細菌 不見得會發病 所以 因為平常這個 困難縮重感菌 在我們的腸道中 他只不過是 我們腸道中 這個 先種細菌中的一致 所以 他的量其實也不多 他就算有產 他那個量也不多 所以 並不會造成我們 真的不舒服 但是一旦我們使用了 其他的抗症素 即便是 最輾效的抗症素 即便是 最第一線 最初步的抗症素 都會對我們的 腸道中 造成很大的影響 我們裡面的細菌 會死掉非常多 所以這時候 這些 沒有辦法殺死的細菌 像困難錯的那種感覺 這時候他就會大幅的增值 因為旁邊的這些資源 本來被別的細菌 占了很多資源 現在他都可以利用 那 大量生長的細菌 會產生大量的 造成細胞的破壞 會造成細胞的壞死 那我們身上的感覺 就是 不痛 不屑 不發燒 然後 嚴重的 就像我們剛才的夜和案例 這樣子 整個腸子都不動了 然後這腸就在 這個 這個用途 再說得更清楚一點 這是我們的 腸胃道 腸胃道一般 會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細菌 這個是 這個是 這個 可能易度還不夠的技術 就是這樣子 那裡面也是各式各樣的細菌 都有 當我們 為了其他原因 這個 不管是 這個 肥炎 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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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的原因 使用完抗生土之後呢 這些 大部分的細菌 都失光了 只剩下 這幾隻 這個 看起來 這個稍微有抵抗性的細菌 還流著 那這幾隻呢 也會做大數 所以 這時候 獨處的產生 就 更多了 那 這時候 就會感受到 這樣子的症狀 所以 主要是 鬧子 當然還有一些 那 到底有多嚴重 那 絕大部分的病人 其實 主要是 像我們 第一個病人這樣 你這個 腹瀉 那 通常才可以 撐去段時間 那 不過 也有像 療餌有變成這樣 比較嚴重的 他那個腸子會變得非常的髒 他腸子就不會動了 那 不會動到幾隻就是 就是 腸子脫掉 那 會引發 腹磨炎會引發一個中白血症 甚至會死亡 那 那 怎樣的病人 會發生這樣子 當然是這個 本身 免疫力比較差的病人 有癌症的病人 化療的病人 呃 洗腎的病人 連老的病人 比較會容易發病 那 到底什麼時候會發生呢 我們可以看到 第一個案例 他其實 用過根本之後大概一個禮拜會發生 第二個案例 第三個案例 他大概用過 大概用了大概十五天才可以辦 那 其實 舊醫學文件的報導 大概三天到八週 也就是說 可能出源很久之後呢 後來才慢慢開始出來 那 有極少數的病人 他們 後來自問不出了任何抗症 那為什麼這些病人會發病 我們目前還不太清楚 那 嚴重的病人呢 可能跟這個 細菌的這個毒素的產量是有關係的 雖然困難受傷感菌有非常 就是 人身上蠻多的 但是 不見得大家的困難受傷感菌 都會產生毒素 這跟細菌的身上帶有的記憶 有關係 那 比較出名的呢 就是這個 特殊的分析 叫做這個 Ribotype 027跟 078 尤其這個027曾經在2003年 開在加拿大 接著在美洲 後來在歐洲也有造成大量的這個 疫情發生 那時候死光率其實是非常高的 不到20%到30%的死光率 所以當時會引起這個歐美國家相當大的主力 那這個027後來 亞洲地區 當年第一波勁免於難 但是後來也沒有人 後來在2006年開始 在日本 那後來在韓國2008 包括香港等等地方 慢慢的都陸陸續續 有報告 有027這個分析出現 這個高度度的困難受傷感菌出現 那台灣呢 我們去年在本月有找到 就是台灣也有這樣子的分析出現 所以這個未來 可能還是我們要面對的問題 那當時候那個病毒 病毒是病毒非常的嚴重 那是那個病人 他一開始就嚴重了附膜炎 嚴重了羞殼 嚴重了羞殼 那急進去開刀之後呢 把全部的大腸都切掉 做了一個小腸拉出來做造型 靠這樣子才保持他的氣 那我們知道抗生素這個 目前在使用的抗生素也都還有幾十種類 那其實絕大部分的抗生素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左邊是最低的這個是幾乎沒有困難受傷感菌 感染的為風險 剩下的都有 所以這些我們平常最常用的其實大概都落在中間這一區 所以其實這個大家不要看這個看起來好像一二三次而已 它是痛的 所以它這個是十倍到一半倍 那如果不幸已經發生了這個困難受傷感菌的話 我們醫療上會採取的就是說 我們會先把這個造型引發這次感染的抗生素先禁掉 因為就是這個抗生素把它的腸道裡面的其他細菌破壞 我們要趕快把這個抗生素停掉 它其他細菌才能慢慢的充電下來 那針對困難受傷感菌呢 目前是有藥物治療的 那藥物一般目前本院只有兩種 那當然還有其他的 那目前成功機率大概是70到90% 那幾少一點像我們剛才講的那個嚴重的阿滴 它可能需要診斷大程度的話切掉 它才能管解它的腸道 那另外要值得注意的就是說 如果說在這樣子的病人身上 使用一些這個抑制腸子中的藥 讓腸子不會動 不然這個病人腹瀉也嚴重 那讓腸子不會動 可以讓腹瀉的情形稍微延緩一下 但是如果是在這樣子的病人身上使用的話 那這個病情會延長 那甚至會造成這個腸出胎的情形會發生 那100個困難受動感菌的病人 這個感染的病人有10到20%會復發 那復發的話 當然還是有藥物可以處理 但是會比較困難一點 就治療療程也會比較長 那這個相關病人復速度也會比較長 那還有極少數的病人會復發到3至4至以上 那這個在美國和加拿大 目前他們也有為了重建腸道的細菌 把這些原本應該住在腸道的細菌找回來 那這個病人會為了痕癒癒癒 他們就做這個痕癒癒癒 把這個其他痕癒癒癒 經過或嚇出的處理之後呢 把它種回病人的腸子裡面去 讓這些正常 腸道應該有的細菌 站住這個腸道 而不是讓困難多這種感覺 一直煮燥 那如果說 運到這樣子的病人 那這些人的混變不變 他就帶有混乱說中感菌的孢子 孢子剛才講就是一個 這個普通的殺菌劑基本上是沒有辦法把它殺死的 所以需要用這個高濃度的漂白水 才能把這個細菌殺死 但是高濃度的漂白水 基本上這個對我們人的體 對金屬其實都會有很多事情 所以我們也不知道我們洗手上 是沒有辦法這樣子用 所以我們接觸這樣子的病人 我們靠的是大量的清水 靠的是水罩 把手上的所有傷 我們用物理性的方法 都不是把它殺死 我們用物理性的方法把它清除掉 就像病人在醫院中 我們也會做接觸隔離 避免這樣子的細菌 在醫院中散播 雖然這樣子的細菌 在正常人身上 在家族身上也許一點感覺都沒有 因為各位病沒有接觸方針素的治療 但是他如果到 傳到了隔壁床 隔壁間 那些病人 常常是有接觸方針素治療 然後這樣其他的病人 因此感染才能夠好 那我想最重要還是 如果說我們用民眾的角度來看 到底面對這樣子的感染 或者是我們已經知道這樣子的感染 那我們能夠做什麼事情 其實最重要的是 對於抗爭度的態度 那我這邊列了幾點 第一個是說 我們就醫的時候 還是要盡量把發病的過程 詳細的跟醫師討論 就是醫師當掌握 他掌握越多的細節 醫師他就越能夠知道 這個是感染 還是不是感染 是簡單的感染 還是困難的感染 那如果說醫師什麼都不知道 他就只好用這個最廣效的感染 那也許根本就不是感染 那被抗爭度就只有害數沒有醫師 第二個是 第二個就是 如果就是不要自信服用抗爭 或者是其他來路不明的藥物 因為這個 雖然現在已經很少 但是還是有聽說 有一些外面會提供來路不明的藥物 它其實還是抗爭度 因為有一些亡效性的抗爭度 針對一些常見的感染 其實從第一次使用的 真的蠻好的 但是這樣子的藥其實會造成 這個當然困難受傷感 其實其中有問題 那還有其他 包括剛才向後面上看 好像教室的問題 那第三個我講的是 盡量不要暗示醫師 開國延長上任務的治療 這個講的是什麼呢 我會講說 欸 醫生啊 這